接下來我們來看看另外的 這邊你解決了我們剛剛提到的中文字型 接下來跟你平常做簡報差不多啦 你除了內容進來了 可能是不是會有一些插圖 但是如果它跟微軟一樣 當然我們就不用介紹啊 它就會有一些什麼 它自己比較特殊的 我們來這邊給各位看一下 假設我用右手邊這個好了 我現在首頁是這樣 那你看我們右手邊 它有好幾種圖形 第一種比較沒問題啦 因為這個部分大家平常都看過 所以我就不用介紹 我找第二個 第二個是它裡面的這些 我先縮小一點 這裡有 它也有幫你分門別類有沒有 當然你可以從自己的電腦找 也是OK的 那我先找一個丟出來 按一下有沒有出來了 有沒有跟我們微軟的一個東西很像 叫做美工圖庫 對不對 這裡就有 當然也是去備好的 也是去備好的 但是各位 請問美工圖庫的部分 你有沒有用爛掉了 老師用那幾個 他推出新的真的不多 真的不多 就是蠻少的 這是第一種 那這個是比較接近的 那我們往下看 你再往下看一點 有沒有看到有人的 有沒有 那邊有人的 這叫角色 這個就是它的特點喔 你把它按一下之後呢 右手邊這邊的角色 有分Flash、PNG跟Drip 好 那你如果是Flash的 它每個角色裡面 還有不同的動作 這就是它的特色 比如說我要找這個女生 好按一下 你就會看到它裡面呢 有好幾種不同的動作 有沒有 那我們就挑一個來 一樣 你把它點下去 有沒有 這樣就耶 是不是有動畫了 不會有這個嗎 好像沒有吧 對不對 所以 角色的好處是像這樣子 那會動的 就像我剛剛講的 主要就是Flash 還有什麼 Gip PNG是不會動的 PNG就比較單純 比較像我們那個 剛剛那個圖庫一樣 但是 各位你再用這個 要稍微留意一下 請問網路上的Flash 現在行不行 有沒有比較麻煩 你現在看我們 比如說看我們學校首頁 不是有Flash嗎 現在是不是要按一下啟用 比較麻煩喔 那如果假設你這個簡報 你要放在網路上的話 就不建議各位用這個 因為用這個的話 它會看不到 可是你在單機上使用 沒有問題 或是錄程影片都是OK的 錄程影片都是OK 這樣可以嗎 這個部分稍微了解一下 另外呢它下面還有一個 就是如果你曾經學過Flash的話 在下面還有一個SWF 我自己會做 或者做這些動畫 或網路上我找到這些動畫 我可以把它叫到什麼 我們FocusGuy裡面直接來用 直接來用 這樣也可以 你們有學過Flash嗎 早期 現在很麻煩喔 學過的都不能再用了 而且它Flash現在不叫Flash 叫做Animation 好像叫Animation Animation的樣子吧 不太一樣 好 這樣子會不會插入了 那放大縮小什麼那個 大家都會 我就不用介紹了 謝謝 謝謝